Hello 大家好 很开心又跟大家见面了 我是钱大大 今天钱大大要带大家到台湾 做身体健康检查 钱大大这次在美国就已经预定了在台湾的健康检查 这是一个量身定做的健康检查 非常的精致 是自费的行程 所以就可以选自己想要检查的项目 我主要是想要检查我的肠胃镜的部分 在美国其实就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就约到 因为医生都会根据你过去的历史 来判定你到底有没有必要要做这样的检查 一般在美国是超过50岁以上 他才愿意让你做大肠镜的检查 如果像胃镜的话 更是需要说你有 比如说胃溃疡 不用胃药的历史 我就决定我要到台湾的台北来做检查 当我们预约完之后 这个检查中心就寄给我们一个非常详细的说明 这个说明里面 就有 告诉你 需要注意的事项 在肠胃镜的检查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要清肠的部分 所以 他也告诉我说 检查的前一天不能吃所谓的有抗血 凝剂 类似的维他命或者是药 比如说 鱼油 比如说银杏之类的药 也有附上清肠胃的药 好 那就来讲一讲 在准备肠胃镜检查前 两天要准备什么事情 大家看看 就是说 在检查的前两天 你只能吃 白 稀饭 白 吐司 白 馒头 然后 也只能吃 白煮蛋 或者是蒸蛋 然后到了检查的前一天晚上 下午5点左右就开始喝进肠药 也就是泄药 那 吃完之后就开始泄肚子 接下来就是早上8点钟 他们就会有专人专车 带我们到检查的诊所 前一晚就会入住他们安排的酒店 就在 诊所的旁边 之后就会有专门的护士小姐 带着我一步一步走所有的流程 所以我做了 X光的检查 也做了腹部超音波 也做了抽血 那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胃静跟肠静 其实 胃静跟肠静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听了很多 别人叙述的 可是现在科技真的很进步是无痛的 所以基本上他就打一个让你睡觉的针 然后你就睡觉 睡着了以后 醒来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而且也没有什么 不舒服的地方 然后在做血液检查的时候 他们有所谓的基本项 当然 我也选了一些其他的部分 比如说肿瘤脂素 还有 所谓的铁蛋白 还有我的维他命酥 D3 最重要的我还做了一个过敏源 100个过敏源的检查 因为我常常会 这里呀 那里流BT 打喷嚏 所以我很想知道我到底有哪些过敏源 这个过敏源的检查是非常详细的 而且是直接从血液抽出来去检查的 这个结果就会比较晚一点 那其他的这些检查 基本上就是马上都会有医生在当天就跟我们解说 那其他的这些检查 比如说过敏源的这些检查 肿瘤指数的检查就会在之后 怎么样一个礼拜左右 他们才会把这个报告 寄来给我们 那同时呢 他有个APP 所以当你登录这个APP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自己的 这个 检查报告的结果 那你也可以要求 有一份英文的 病例书 那 方便我们到时候如果真的有需要 再继续追踪或治疗的时候 可以在 我们自己的国家做追踪治疗 在我身后呢 就是他们安排的酒店 他有一个客厅 然后呢有个小厨房 小餐厅 然后有小阳台 可以晒衣服 然后呢 他的对面呢 其实就是一个 很漂亮的公园 对于昨天晚上需要 蹲在马桶上过夜的这个时候呢 就非常非常的好用 当我们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呢 他会 附上所谓的检查衣 所以有检查的这个套装 然后今天呢有一点点冷 所以呢他还附上了这个 小的 睡袍 所以非常的贴心 好 这就是我的精致 台湾健康检查之旅 如果大家呢对于来台湾做健康检查有兴趣的话 都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 给我留言 我可以推荐大家到底我去了哪里 然后我用了哪一个套餐 我用的这个套餐是只有礼拜三才有的特价套餐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划算 比我们其他时间 来做检查的基本上是打了对着 好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